尊敬的大德法师 各位同参导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敬雅佛音 我是敬雅 南无阿弥陀佛 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分享 因果轮回的科学证明第18集 现在我们知道 人有轮回 而且受因果的牵连和支配 但轮回的因是什么呢 让我们通过一些科学案例 来探究它的起源 英国牛津大学 心理学家 即轮回领域专家 罗杰·吴尔格博士 有一名名叫波纳的病人 回忆起自己的前世 是一位原始部落的母亲 这个部落闹饥荒 每个人都快饿死了 这个母亲拿了一把斧 杀了自己的孩子作为食物 接下来的一事 这位母亲出生在另一个原始部落 这个部落同样遭遇饥荒 母亲也杀死了自己的孩子 在催眠中 她看到自己就是这一世的婴儿 而杀死她的母亲 正是她前世杀死的婴儿 这种因果报应 真是如影随形 无人可以逃顿 史蒂芬森教授的另一个案例 是关于一名阿拉斯加美国原住民 查尔斯·伯特 回忆起前世 在两个部落之间的战争中 被长毛刺杀的经历 她天生就有一个很大的菱形胎迹 就像长毛造成的伤口 这个病人能够认出杀死她的仇人 就是她母亲的舅舅 你能想象她见到救宫时的心情吗 所以佛陀归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不出于讨债还债 抱怨抱恩 有名的《棱严经》 有一段话是这么说的 如付我命 我还如债 以示姻缘经百千节 常在生死 史蒂芬森教授的另一个案例 是关于一个名叫婷婷明的女孩 她在1960年出生于缅甸 她的父亲 名拉皮 母亲明桑 拉皮的王妻明慧 是现任妻子的姐姐 姐姐慧生前与丈夫的关系极好 死后 她出现在妹妹的梦里说 我要跟着你 一年后 桑成为拉皮的第二任妻子 不久就怀孕了 怀孕期间 她又梦见了已故的姐姐 已故的姐姐 再次表示要跟着她 妹妹在梦中 对已故的姐姐说 我们现今已不在同一个世界了 而我也嫁给了你丈夫 如果你一直跟着我 恐怕不太合适吧 但这位已故的姐姐 在梦中说 我们的关系将不像以前那样了 我决心跟着你 后来 桑生了一个女儿 娶名 婷婷明 两岁时 她就能回忆并描述自己 是拉皮妻子的前世 婷婷明对前世丈夫的感情依然存在 每当父母坐在一起时 婷婷明总是表现出嫉妒 挤在父母中间 由于这牵扯不清的情爱 男女相互吸引 牵缠 造成他们一次又一次的轮回 也许上辈子 他们是父母子女的关系 下辈子却成了夫妻 多可怕 冷眼睛以极其简单的字句 诠释了此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 如爱我心 我怜如色 以示因缘 经百千节 常在缠服 美国著名的轮回研究专家 布莱恩·吉姆森博士 在1960年代开始研究前世疗法 一些案例在她寻找前世 探索轮回的秘密 与前世疗法的神奇功效 一书中 也给了我们轮回起源的启示 这本书中 有一个名叫南希的女孩 从小就患有忧郁症 尽管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她总是感到罪恶 羞于活在世上 她三次企图自杀 但每次都被救了 吉姆森博士帮助她回忆起 二战期间在欧洲 曾是16岁女孩的一世 他们一家生活幸福 直到有一天 他们正在吃晚餐时 希特勒的法西斯军队 突然闯路 并逮捕了他们 他父亲抗议说 你不能这样抓人啊 纳粹当场枪杀了她 他和母亲以及弟弟 被拖下了楼梯 他弟弟试图逃跑 但也在街上 重担身亡 当他看到这悲惨的一幕 一个幸福的家庭 被法西斯军队毁于一旦 他感觉天旋地转 昏了过去 他在一辆卡车上醒来 身边还有许多同样被捕的人 他们像动物一样被塞进 拥挤的火车 毫无尊严可言 火车到战时 他们像畜生一样 被推进了集中营 他们的头发被剃掉了 同时被分发囚服 他和另一个女孩 被选为服务 法西斯军官的性奴隶 这个女孩 钢琴弹得很好 被一名军官看中了 这位军官向他献花 表示爱意 后来 这名军官跟他寻欢作乐时 他甚至幻想 战争结束后 与这名年轻的军官 可能永远生活在一起 有一天 这位军官带他到了院子里 一群人正往一个方向走去 他问年轻的军官 他们要去哪里啊 那个军官笑着说 他们要进煤气室 就在这时 有一个人转过身来 他认出那个人正是他的母亲 跟随这群人走进了煤气室 第二天 这个女孩感到极度的内疚 他的心充满了痛苦 他的全家都被这些法西斯军队杀死了 而他还在这里和这个军官寻欢作乐 甚至幻想以后和他一起生活 他以割腕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但他心中的愧疚并没有随着死亡而消失 而是随着他的灵魂重现于这一世 因此他从小就有极深的愧疚感 常有轻生的念头 中国古人说 您为玉翠不为瓦全 生而为人 我们应该堂堂正正的活着 不应与恶魔并存 否则这种亏欠灵魂的罪恶感 生生世世都抹不去 南宋著名诗人文天祥有诗云 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丹心赵汉清 下一集我们将进一步深入轮回的起源 探讨每周原住民在几乎被灭绝后 如何投胎成白人来报仇的 以及我们如何化解这样的恩怨 好了今天的视频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还有下一集 希望大家继续收看 看后转发弘扬法不诗 让更多的人学佛念佛 喜欢请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南无阿弥陀佛 请不吝点赞订阅